2022年4月9日 马达加斯加发放粮食 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 自2022年1月下旬起 遭逢四个强烈热带气旋袭击 引发水灾 土石流等灾害 访问与接触建设毁损 超过百人死亡 至少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马达加斯加 靠近莫三比克 面积是台湾的十四倍大 在气旋风暴之前 因常年干旱 粮食短缺 货带人与接触地 市场上游出现 因为市场非常弱 工程度内 人们没有太多食材 他们没有太多钱 給食物資源 這些人並沒有影響 氣候變化 但他們可能會賣最高的價錢 災難接二連三 民眾無以為計 甚至烹煮廢棄皮革果腹 當地急需持緣 此濟與馬達加斯加 獅子會合作 展開人道援助 從本日起一連四天 志工在馬南渣里四個村莊 發放大米 豆子 糖 以及肥皂 協助1460個受災戶渡過難關 2010年4月9日 大林慈禁院與大浦衛生所 新手合作 本日首度將全套成人 健檢流程搬到山區進行 超過100位居民參加 除了一般健檢 還提供糞便淺血 口腔粘墨 以及子宮頸抹片等篩檢 嘉義縣大浦箱 會與嘉義 台南 高雄 三線市交界處 交通不便 醫療資源匱乏 2002年 大林慈禁醫院 攜手嘉義縣衛生局 設立大浦慈禁醫療站 你們來這裡 我都很高興 還有口腔這麼多 我跟你們一起拿 我都覺得很滿足 當地民眾以務農居多 就醫不變時 抱病忍痛 大林慈禁除了安排健檢 也定期舉辦衛教講座 守護山區民眾健康 2005年4月9號 新山素食飯和義賣 為提倡素食 此季新山之會在社區發起 每月初一15素食飯和義賣 共有8個協力組隊加入 利用自家空間 烹煮素食便當 意外所得 全作為慈善基金 領域我們的素食飯和 送出去得到的反應是說 好好吃 慈禁的飯和很期待 對 所以每個月就等待這兩天 是啊 社區民眾也從買便當支持 到後來參加培訓成為慈禁人 美真師姐是有時有講到 慈禁的理念 因為還不了解嘛 她說你應該是來培訓一下 更了解我們慈禁 2011年 慈禁馬來西亞分會 推動萬人如素 在新山就有5000人 慈卡發願響應 我們慈禁過後會比較有愛心 以前看到那種晚上飛沖 看到都打下去 現在不敢 就拿張紙慢慢弄出去 目前每個月依舊動員百人 在十個定點提供素食便當